我一想到就是孩子 我也是 就是跟孩子 妳是三個孩子這樣繞著妳 這樣轉轉轉轉 就回家的時候一打開門 然後他們衝過來 很像小鳥這樣衝過來 然後就是抱著妳 媽媽妳回來了 然後我們家有一個畫面就是 每天一定會上演 就是吃完飯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跳舞 你們家那兩個會跳舞 很愛跳 我很愛唱 我有follow他們在Facebook 實在是太sweet太sweet了 哎呀 我講我的的話 我講靜態的 我有時候突然感覺 好幸福喔 是一個大隻的 對我有三個兒子 大兒子跟另外兩個小兒子 一起躺在沙發上這樣 睡著 還是看電視 兩個看電視大的兒子睡著 天哪 有時候會覺得那個瞬間 有一點幸福感 對 但是他們很安靜的時候 我不是吵鬧的時候 對 所以妳也是安靜的 我是那種很吵的時候 來一個對比 對 對 生活囉 茶言有米醬醋茶 有時候沉浸在當中的時候 妳偶爾會失去很多的自我的空間也好 或是自我的時間 或是跟閨蜜出去 沒有自己的時間 對 我覺得當妳沒有辦法很自由自在做自己的時候 難免有些失落感 但這些失落感 妳也許可以從孩子的身上 或工作上去得到一些滿足 對 還有就是焦慮啊 女性 現在的女性 尤其是母親 尤其是又 職業婦女 各種的 焦慮 對 總加在一起 難免有時候會覺得 啊 瘋狂 瘋掉 但那不算是不幸福感吧 只能說是 就是要經過那一段 一個balance 對 妳有過掙扎 有過崩潰 妳又再回來 然後妳的整個生活 就又回到正常的軌道 我覺得那就是人生啊 對 對 有高鼓有低鼓 嗯嗯 我們還是相信幸福 好嗎